那先回一家上节课啊 上节课都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是这个音声音制作行业里面的生诞经末丑 以及这个audition是怎么从这个酷爱地他发展过来的 对吧 那么他一步一步的发展到现在 咱们看看他现在长什么样吧 哎 这就是他的基本界面 基本界面切换到audition 这个呢 就是audition的基本界面 那么audition的基本界面 他你可以看到他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对吧 标题栏 工具栏 还有底下呢 有一个一个小方块 小方块 有的小方块里面呢 有一个标签 有一个标签 有的小方块呢 这个就是有三个标签 那么这些标签叫什么呀 这些标签呢 叫条板 每一个条板呢 都有他的这个 他的名字 还有这后边有一叉 有这叉呢 一点这个叉就关闭了 在这个条板后边呢 还有一个条板的选项 有这个条板的选项 那么 咱们这个条板呢 实际上 这个你可以按住了他 调 设置他一下 你按住了他之后 就按住他这 他这个题目这块啊 按住了 按住了之后 你可以看办呢 他可以放到其他条板区的某些位置 有什么位置呢 上 下 左右 中间 还有一个最上面 最上面 咱先放最上面 放最上面 他怎么样了啊 他是不是就放到这个条板的组里面了 对不对 我们条板这个组里面了 如果放到左边呢 哎 他就 他就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你可以到这个 他们中间这个 有这个 鼠标 他这个 放大缩小的位置 你可以调整他的相应的选项 哎 你说把这些东西调乱了 怎么办呀 调乱了 也别着急 他们所有的这些 这些调板的位置 相对位置 和调板组的组合情况 合在一起 叫一个什么 叫一个工作区 在这个窗口里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 咱们可以重置当前的工作区 就把它重置成默认的状态 哎 这样呢 他就变成了默认的状态了 那么 比如说 他可以 放到这个位置 哎 电瓶表 那么 他总共有几个工作区呢 哎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话也有 对吧 有几个呢 有这么几个 最基本的是 编辑 多轨 CD 编辑呢 就是单轨 多轨呢 就是好多轨 CD呢 就是CD查看 这三个 是最基本的 其中CD 现在比较少用 又以这个编辑和多轨 最为常用 哎 那么什么叫编辑 什么叫多轨呢 我点一下 这个话会怎么样 咱们看一下 点一下他 哎 就整个都变了 对吧 他这块就变成多轨了 多轨和单轨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那单轨多轨 是什么意思 首先什么叫轨 轨呢 英文名称是track 比如说多轨模式 他的英文名称呢 是multiple track 多轨道 一个轨道呢 就相当于一个跑道一样 英文名称就是跑道 track 地铁的铁轨 那么 一个轨道里面都可以放些什么东西呢 咱们放到这回不是这个田径运动员 放的什么呢 放的是声音 你比如这个轨道 放这个 这个 人的声音 这个轨道放伴奏 那合起来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这个一首歌啊 这个轨道 我放一个小提琴 这个轨道 我再放一个小提琴 这个轨道 我还放一个小提琴 是不是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小提琴的这个三重奏 是不是 哎 我有很多很多轨道 是不是我一个大乐队也可以放进来 非常大的一个乐队 哎 那么 一个轨道呢 就放一个声音 一个轨道呢 是放放你需要的一种声音 哎 这叫轨道 那么 这个轨道呢 实际上最开始的第一次出现是一种多轨录音机 哎 能把多个轨道的东西合在一起 这个东西太好了 可以把这个声音和这个音乐合在一起 多轨录音 那么咱们再切回来 看一下下一个内容 就是首选项 首选项是干什么用的 首选项 哎 比如说啊 咱们先把这个切换到单轨模式 单轨就是一个轨道 就是专门看看这个轨道里 这个乐器怎么样 咱们在这个编辑里面呢 有一个首选参数 这个首选参数 里面都能设置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常规 常规 比如说这个鼠标的滚轮 缩放系数 哎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咱们看这么一个有特点的 哎 在这个颜色的选项卡里面啊 你可以设置这个颜色 就默认的几种颜色 哎 你看整个都变了对不对 哎 如果这个时候我按一下确定 你注意到现在这个颜色什么颜色 绿颜色 这边呢 是蓝颜色 哎 我按一下 他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新的颜色设定了 实际上这个首选参数 因为名称pre-reference 里面这些颜色 包括这个显示的设置 系统的设置 颜色的设置 设数据的设置 这些都是photoshop里面自身的一些内部的设置 你想调他这些内部的设置 怎么调呢 哎 就到这个编辑里面的首选项 就去调 比如说 哎 咱们还可以恢复 甚至你可以调这个每一种颜色 这个你可以换一种颜色 哎 具体颜色你都可以调 对吧 那么 这个是首选项 设置的是photoshop里面内部自身的一些东西 咱们 还是 这个 扬灰博人 然后呢 回一下啊 这个 这个刚才这个窗口里面 这个工作区 你选几种工作区 他除了这些工作区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工作区 对吧 咱们说的边际和多鬼是最最主要的 那频补频补边际 也有这样的工作区 但是这样的工作区呢 是不主要的 不主要是不是就不需要啊 也不是不需要 只不过他不是非常主要而已 咱们看问题的时候会有多个角度 去看的就比较全面 对吧 不同的时候你要使用不同的视图 你说 这块这个东西 他怎么浮动出来了 这浮动怎么弄的 他这个条板不是应该放在这儿了吗 条板应该放在这儿了吗 他怎么浮动出来了 哎 怎么才能让他不浮动啊 哎 怎么才能让他不浮动啊 哎 放进来就不浮动了 咱们浮动出来 按住Ctrl 哎 这 按住Ctrl 这是不是就浮动出来了 哎 浮动浮动了 那么关了 他又关了 如果 如果你 哎 没关上 按住Ctrl 挑出来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叉子 这 这个主群组的 他他不让关 这个 比如说时间那个 你关 就没了 好 这个 咱刚才讲了 这个工作区 是吧 工作区 几种工作区 这是还可以默认 还可以最快的切换两种工作区 然后是首选项 首选项 是设置他里面一些基本的选项 对吧 那么咱们再切回到这个 编辑模式的 默认工作区 那么这个里面 他有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是这个 拼组视图 哎 咱们这常用呢 是波形视图 这样就波形了 那么 咱们下一个 看一下这个快捷键 快捷栏和工具栏 快捷栏 实际上快捷栏是 这样的东西 他有一些按钮 在这个视图里面 视图里面有这么一个叫快捷栏的东西 快捷栏是干什么用的呢 哎 他有很多这个 哎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快捷键 用这些快捷键呢 他就会比较 操作比较快 凡是编辑里面 都是设置他这个 里面内部的一些属性 而这个视图呢 设置他都是显示 比如说你用多轨模式显示啊 还是用cd模式显示 还是用编辑模式显示 哎 你是显示这个 这个快捷栏 还是不显示这个快捷栏 他是这样的东西 实际他对这个 audition内部的设置 有没有影响啊 没有影响 视图只是设置 表面的外部的东西 而编辑是设置 编辑里的 尤其首选项 他设置 audition里面的东西 对吧 那么快捷栏 我们看了 除了快捷栏之外 他还有一种东西 就是快捷方式 哎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菜单后边 都会有快捷方式 这个是F11 这个是同车加E 那么每一个快捷方式 我记不住 我想看到所有快捷的键 都是什么样的 怎么看 哎 在这儿有一个快捷键 与MIDI处发 还是在什么里面 还是在编辑里面 对吧 还是在编辑里面 有一个快捷键 MIDI处发 他因为为什么 在编辑里面 因为他是控制audition 内部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在编辑里面 哎 咱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快捷键 它是分成试图的 比如说文件菜单 对应多轨试图是什么呀 对应编辑试图是什么呀 而对应CD试图又是什么呀 哎 那么多轨试图底啊 这三大基本试图啊 多轨试图底啊 他的快捷键CtrlS CtrlO等等 他们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假如说你说这个东西 他导入视频 他没有快捷键 怎么办 我可以在这 新建一快捷键 比如说CtrlShift加Alt加I 这是什么呢 导入视频 那我觉得这挺好的 我可以把它存住起来 叫什么呢 就Adobe Audition 自定义 这样呢 他以后你就能记住了 他就自动默认 他有有有有有这种效果了 哎 这是快捷键的自定义和查看啊 首先你能使用这一块键 比如说当前这个状态 CtrlA 哎 是不是就很很快 很方便 对吧 除了快捷键之外呢 最后一个咱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有一个叫做 这个 这个在试图里面 有一个是状态狼 这个状态狼在哪呢 在最底下这一块 这一块叫状态狼 那么他有一些东西打勾了 有些没打勾 比如说 这个采样格式 比如说这个 轮件大小 比如说这个 这个剩余空间等等 这些东西 哎 在这都有显示 但是这些东西 我现在看不懂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44.1 千和兹 或者44100 这个东西是什么 16倍又是什么 这些东西看不懂 看不懂没关系 咱们先了解一下 声音的一些基本概念 了解了之后呢 然后咱们再 再继续讲 这些基本概念呢 基本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要不然你 后面那些效果 谢谢你 什么参数 你都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你只能服侍 对不对 咱们这回呢 就下一步就讲讲 声音是怎么 这个发生和产生的 是吧 这个呢 这个这个状态 实际上是这个 audition标准的状态 因为咱们现在显示比例 不是那种标准的显示比例 所以 所以咱们这个 看起来是这样 是吧 好 这节课呢 就是这些 咱们回忆一下啊 首先最基本的一些 是工作区 是吧 工作区 工作区呢 是由这个 这个 一些调版的位置 来决定的 那么调版的位置 你可以重置它 重置当前工作区 可以新建工作区 当然你还可以 调用一些经典的工作区 另外呢 在编辑栏里面 你可以设置这个 首选项 首选项 首选这些参数 比如改颜色呀 改这个 这个 这个光标滚动 是不是随着这个 音乐滚动啊 等等这样的东西 你还可以设置这个 快捷键 这里面都是设置 audition内部的一些参数 而这个 试图里面呢 实际上 就是 一些外部的查看的 比如说 这个 底下这个状态 栏显示些什么 快捷栏 是不是显示 这样的东西 就是外部的东西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下节课讲什么呢 讲这个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咱们这次呢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咱们这次呢